饿了吗 酒也端上来了 菜也上来了 咱就做吃吧 哎哎哎哎哎 哥儿三大 等等等等 咱们呢 这个酒文化呀 就从这个入座开始 入座就有文化 哎入座有规矩 什么什么规矩 哎 你比方说呢 咱们四个人 我算客人 对 对对对 我又虚长几岁 对 长辈 我应该是上座 上座 上座坐哪啊 上座 里边的为上 哦 冲着大门这个 这是最尊贵的位置 哦 你像这是方舱 这个有俩椅子 对啊 俩椅子怎么办 这个位置是上座 哦 俩椅子 这边为上 以左为主 哎 这位主宾 这位主陪 然后呢 依次 年龄大小 对对对 哎 然后左一位 右一位 哦 然后如果还有人 左一位 右一位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这是顺序 我就不客气了 打个先请 我没想要坐这 等等 别坐 等等 在家庭当中 长辈不坐 晚辈不能坐 坐坐坐坐 来来来 坐坐坐 哎 我坐了吗 你被开除两回了 你不是主陪吗 主陪 主陪也比你大 哎呦 落座得顺序 对不对 来来来 你请 你请 对对对 站住 哎 咱俩差不多大 我比你大四岁呢 站起来 再坐一遍 好的 好好好的 好的不错 我跟你说 这就是礼 这就是礼 那咱就开场吧 来吧 来吧 开吐呗 这个倒酒要从长辈开始 哦 要给长辈先到 要给长辈先到 那怎么着 咱先到上吗 咱们呢都是朋友 那就没有长辈 但是有年纪 年长有年纪 年长 从年长开始到 哦 我我我倒可以是吧 你最小 啊 谢谢 来来来来 来周老师 哎 哎 好 给你满上 哎 好 哎 好 谢谢 好 来 哎 我是主陪的 主陪的也得满上 哎呀 咱们现在说一说 哎 等会儿 咱说一说 这倒酒的规矩 嗯 一般都说满酒半茶 啊 其实这个满呢 绝不是浮溜浮溜的 咱东北话说 浮溜浮溜叫满 啊 没法端了 对 你端就啥 肯定整一嘴呀 啊 那所以这个倒酒 满酒是八分 八分 现在已经是十分了 是吧 这已经就十分了 那我不知道 他这是九分 啊 不能再倒回去了 你 算了不开 在这个酒桌上啊 敬酒 一定是晚辈 给长辈敬酒的 对 也是酒桌上的礼仪 文化 文化 还什么时候 这个喝酒最重要 啊 我们经常说喝 叫喝什么 喝喜酒 喜酒 哪天说下礼拜结婚 行 韩国我上你们家 喝喜酒去 喜酒在古代 这个入洞房之前呢 两口子是都要喝一杯的 对不对 这个说到喜酒啊 这个喝酒里面 喜酒是最讲究的 赵老师啊 就说入洞房之前 喝这酒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名称啊 哎 这叫 合婚酒 哦 不是一杯啊 不是一杯 不是一杯 咱们现在都知道啊 喝交杯酒 就这么一下子 对对对 一块 完事 不是 前面还有呢 要铺垫 哎 要铺垫 这么的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俩人演示一下好不好 新郎新娘 入了洞房之后 就坐在这个八仙桌之前 哎 然后新郎 先给新娘把盖头掀开 哎 然后新郎 给新娘抱酒 先是新娘 先是新郎 先是新郎 敬新娘 然后新娘 要害羞的 哎 腼腆的 喝一点 哎 然后新郎 新郎给新娘 扒一只虾 哎 亲手喂到嘴里 吃一口虾 再给新娘 倒一杯酒 再加一个菜 哎 加一口菜 加一口菜 喝一口酒 再加一口菜 再喝一口酒 哎 这四样菜 新郎 给新娘 敬酒 敬完了 然后该新娘 给新郎 反敬了 啊 反敬完了之后 两个人才 是喝这个 焦杯酒 啊 咱们看看新娘 小吃 要洛散她 你 doesn't own it 啊 啊 啊 我说我都很想過 你怎么说啊 不思认啊 哦 我说我又爱你 不思认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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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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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